為何泰國使館的BB很多都是龍鳳組合呢? 這個問題可以從多個方面解釋 Serdica,我是月泰翻譯觀觀 首先我們的文化之中 龍鳳被視為吉祥和幸福的象徵 所以很多家庭都希望能夠擁有一對龍鳳BB 同時泰國的使館技術相對來說 比國內成熟、起步組 而且我們做三代是沒有限制的 所以怎樣去放置這種種子 都是根據媽媽的意願 不過我們需要注意的是 無論放一粒還是兩粒種子 價錢都是一樣的 不過雙胎所需要的努力和心血更加要多 所以大家都要慎重考慮 根據自己實質的身體情況做出決定 總之來說,泰國的技術先進的同時 成本相對於美國和歐洲較低 再加上龍鳳在中國文化的重要地位 這些都是導致大部分泰國使館 都是龍鳳組合的原因 為甚麼人要來自訪 就要留一點 可能到好幾位 我都希望能夠 哪裏